这些东西的音管去帮助它发生 另外一部分就是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风行当中的原动力 每一架风行都一定要有个风箱 那么这一架风行的风箱就在这里 这一块 这里要介绍它里的特别技术在于1909年产诺曼比尔馆风行的时候呢 是只有手动风箱中 那么就需要有一个人在这里上下的摇甲 然后这两个下面的小风箱就会交替骨工 为前面伴奏者去配合就是能力的成分 后来在2010匹的中业也就是一个五个年纪 这时候呢世界上的电力补充了 那就加上了电力补充装置 上面这个很大的和这个很小的 这两个风箱呢就是由电力补充装置来控制的 这个是比尔的特别啦 诺曼比尔馆风行是对上非常稀有的同时保存两种鼓风方式的馆风行 也就是说我们管理那些那如果没有电脑 那是根本不亮的 但是如果有个人在这里使用演奏者的话 还是可以发生的 那这就是诺曼比尔馆风行的主要的一些严厉 那么 那么